昨天哥们给了我一辆小摩托,比亚桥的 后来我就跟着我哥们骑着小摩托来逛大理的古城 他就从古城出来,我去他的做酒的工作室去看一下 特别有理由,自己做啤酒,做威士兴 我们到朋友这个做酒的桌上,他们这里好像 东西挺多难的,这里就是他的车间 车间门口还这么好玩的 这凉酒的工作室,啤酒晾造培训可见 哈喽,你干嘛,这么吓,这凉酒的东西挺好的 你的洗锅,这锅干嘛用呢,做啤酒呀 要做一锅是吧,干干活了 做完了,你锅洗了个水就直接 这个锅它是个什么原理啊,这是个糖化锅 那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麦芽糖又没有关系 又回事啊,你说要着火什么意思呢 我来烧一下热水去 我们今儿在这里封啤酒 封口气挺有没有 你就忽悠我过来给你干酒 哎呀,这里有个盖子搞错的 嗯 酿酒啊,是个很有乐趣的事情 这四位看着也挺漂亮的 今天就这个点酒一卖掉 我们今儿晚饭前也有了 我这酒真好喝,这个酒喝起来特别棒 有溢出没点,没收啥边 这个酒存在那个罐子里面是4度 4度 4度 就全部都在这里是吧 对 这里才只有7罐 2,4,6,8,15罐 对 那就够了 我往这边拿吧 我们一罐酒应该卖80块钱 一升酒吧 一升卖80块钱 这里不是吗 是 那就差不了这么多了 这个多了吧 多了一点点 盖子放在那里 这也多了呢 浪费呀 这样子感觉 相当于3罐一升 3罐80 你给我讲一下这个糖化什么意思吧 糖化 对 我们 咱们接下水吧 糖化是吧 糖化呢 就是咱麦芽里面的这个淀粉 淀粉呢 把它先粉碎成 粉状呢 带着酥皮 这个 淀粉呢 是一个长链粉子 它呢 这个长链粉子的酵母是吃不药的 我们酿酒的上帝呢 是酵母 酵母是个单细胞微生物 它的食物呢 就是 糖 比如说我们看到 比如说这个葡萄酒 表皮 我们买葡萄的时候 就能看到葡萄表皮有一层 像白色的霜一样的物质 那这个霜一样的东西呢 就是野生酵母 野生酵母呢 在空气当中 到处来飞来飞去 寻找食物 那他看到有糖的这个葡萄的时候 他就不走了 就粘上去了 就可以有氧繁殖 在有氧气的情况下 酵母这个小微生物 吃掉水果上的糖 铲 然后细胞分裂 就完成了有氧繁殖 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 它就是无氧发酵 它就是有把糖吃掉 铲拉出来的排泄物 就是酒精和二氧化碳 这样子呢 那我们喝 葡萄酒就是人类最早的酿的酒 因为那个时候人类不知道有酵母这个东西 这葡萄皮上本来就粘的有 人类不知道 然后把葡萄呢 我们捣烂了 炸碎了以后 放到这个土罐子里 然后过一段时间 酵母就把酒 就把这个糖吃完了 然后产生了葡萄酒 那啤酒呢 要比这个葡萄酒 要更麻烦一些 就是把这个粮食呢 它是淀粉 把这个淀粉呢 我们得转化成糖 怎么转化呢 就是把粮食粉碎 粉碎以后呢 这个这个粉末放在62度到69度之间的这个水里保持一个小时 嗯 水温超过69度 就会产生多糖 多糖是叫吃不掉的糖 所以一般我们的糖化温度在63到66之间 嗯 极限范围是62到69 那 那 淀粉在水里浸泡 就会被淀粉自身所携带的酶 这个淀粉酶呢 就像一把小剪刀 就把这个肠链分子给剪断了 剪断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单糖和三糖 那这个单糖和三糖 就是酵母能吃的糖了 那这个时候就熬了一锅糖 就是这锅淀粉糊 就变成了麦芽糖的这个糖水 嗯 这个就是麦芝了 把这个麦芝呢 经过冷却之后 进入发酵罐 在这个发酵罐里 我们打上不够的氧气 调整到合适的温度 你比如说现在墙上能显示 你看这个上面 它是有温度的 有温度器 就是在25度 酵母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厂了 那我们把酵母投进去 然后酵母就开始工作 然后它这个冒的泡就是 就是它在放的屁了 这样子吧 对 我就这里冒冒的水去 那你这个里面现在也是啤酒在里面做是吧 这个呢不是啤酒 这个是用于做杯式蒸馏的 发酵液也是谈了 啤酒是还要添加啤酒花 啤酒花是个天然的自然植物 它分熊花和瓷花 其中只有瓷花可以用于酿酒 熊花没有用 因为啤酒花这个植物当中 它含有松香脂 苦味素 香精油 我们喝到啤酒当中的苦味 啤酒花都不用 那个就是啤酒花的添加 啤酒花长啥样样子的还有 可以呀可以给你看呀 等会看一下 哎 然后所以啤酒花是带给人 这个 就是人类那个什么就是 啤酒花最早是当防腐剂 但是今天因为啤酒花有很多种 不同的啤酒花会产生不同的风味 所以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 口味丰富的啤酒 这也是精酿啤酒当中很重要的原料之一 1850年啤酒春政法当中规定 水麦芽酵母啤酒花 这四个东西组成了啤酒 这缺一不可 对 没有啤酒花就只能叫麦芽酒 啤酒花不仅仅 就是啤酒不仅仅是酒精带给你的刺激 会让你兴奋以外 啤酒花的添加会让人开心 然后会分泌多巴胺 没事 嘴巴干焦点啤酒花会不会分泌多巴胺 那就是独播平台了不是 那之前说到那个什么修室啤酒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好像就最开始就是从那个什么地方 从那个修室就是寺庙嘛 修道院修道院里面 啤酒最早的发明的是修道院的修道士 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人们没有细菌这个概念 没有显微镜没有被发明 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细菌 以为河流池塘湖泊里看似干净的水源 以为就可以直接引用 但实际上因为飞禽走兽的粪便 在这个水源里面 就会产生各种各种各样的细菌 包括像大肠杆菌 这样的细菌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会让人拉肚子 导致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够 就是就非常的低 而修道院里的修道士 他们自己就学会了制作啤酒 利用的就是叫鼓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把一锅燕麦粥 可能没吃完 剩在了自然环境下 结果呢空气当中的野生酵母 就飞进了这个锅里 落到了这个锅里 那这个酵母就把这锅里的麦芽糖给吃了 然后就产生了酒精和二氧化碳 人们发现放了很久 这锅燕麦粥都不会变坏 哦 那就说明 这个里面一定是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是可以保持这锅燕麦粥 不会腐败的 于是那这样的粥 这样的液体如果放在水里 是不是这样的水也会变得干净呢 这就是最早酒精的挖命 酒精在今天仍然还在保持这个作用 就是用于消毒杀菌 比如说你去医院里打针 医生会先用一个酒精棉球 给你的皮肤上这个涂抹 都是为了杀灭吸血菌 那酒最开始的应用 也是为了获得干净的水源 是让水保持清洁 这样那人的饮用的这个激活 就是让这个它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消毒清洁 获得干净的水 从而让人的平均寿命 这三罐是啤酒 这三罐是啤酒 你这个是一桶200升是吧 对 每升八十块 二八 一百二十 这个一次就出一桶是吧 这个量威士忌这个 就是这个罐子是蒸牛糖的 就是这个罐子里的发酵液 发酵液就放到里面蒸柳 你什么时候要蒸柳 明天 一边要做糖化 要做一锅糖化 就是把这个给蒸柳出来一个空罐子 我就要熬一锅糖再打进去 就让它继续再发酵 所以它的顺利就是糖化 发酵 蒸柳 然后进香木桶 进香木桶 进香木桶 就是再放几年 三年以上 三年以上就成威士忌了 这个是什么风味啊 是大理风味还是什么风味 这个是地道的大理白子威士忌 大理白子威士忌 威士忌 我们在素兰丹伊麦牙维士忌的流程来做 我们现在有四种桶型 这个是雪莉桶 这个呢就是波本桶 波本桶是美国的 对 你买的那个桶就是这个 你来闻 很香的 哪有 这酒精味很重 吸口麻烦 很多粗细 就是有水果 我现在给你一个小片披菌 好的 好 你的儿子送啤酒去 这个适量自己 亮酒 很棒 各种乐趣 哎呀 时间多嘛 多待 多待在这里 可以玩吃亮酒也蛮好的 我们在大理最漂亮的那个大沙头 直接下到 人家冲到儿海里去 人家冲到儿海里去 哇 我们走的多少农村小路去儿海 这个是他们平时骑小月车往这边走 摩托车骑到这里就下不来了 你看那个那个 长山下面的房子 这么大一片片 我好奇怪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城边上 这个衣山这个建筑的这个房子 能够能够这么大一片片 我这开车进来又吓一跳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哎 哎 大理确实不错 这么大个儿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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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在那个方向 好啊 那个方向就是下关的码头 下关的码头 对 在这个儿海里有好几个码头 最早就是这个码马古道的时期的时候 这些 从林仓啊 这个过来的这个西方短纳呀 过来的茶叶呀 这些货物 就从这个下关上船 然后呢 沿着这个码头 就走到了 就可以一直到双拉那个方向 就是在蝴蝶泉这边上 就是上马上 我现在有路了吗 就走不了了 对对 这都是当时只有 没有机械力嘛 只有这个主力 这个时代 人力的是 人力处理的这个靠 靠马来这些 来翻译 西藏的这些人呢 他们 到了丽江 就不往这边出来了 哦 丽江就不往大里来了 对 然后呢 在丽江呢 就是进行交易 就是这个茶马护士 把这个就是 藏人把这个马呢 送到这个 就是 在这边卖 然后呢 把我们茶叶买走了 也确实 这里好像 很难遇到有藏住人 他们干嘛呢 有遇到到他们也 反正也不知道他是 对对 他们就不往下来了 然后你像这个 你从 你开车下来 你走丙中落 那一截的时候 在丙中落之前 不是有一个叫 石门 石门关 那个那个 那个是什么 石门关边上 就有一个村子 那个村子 到现在 你还能看到 有一截 那个茶马古道的 那个小路 嗯 这边的话就是 从 淡里 去 这个蝴蝶泉 从蝴蝶泉 就是 去吧 这个 沙溪 从沙溪 就是上关 下关 峰 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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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海 岳 从 就是 从沙溪 从沙溪嘛 过去 都能看到 这些 呃 旅馆 都还有 有的还保留这个 马卷 嗯 马锅头 就是 开玩笑 说村村都有 媳妇 哈哈 哈哈 是走马的人 走到哪儿 都能 都能 那 那牲口 跟他玩 就是 那马铃铛一响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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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走起来 不认人的 嗯 直接能给你冲沟里去 哈哈 我看过一个 解放前四季年的一个 不知道处 是 孔祥溪的 秘书 是个苏联人 然后呢 来 来这个 做这边的经济考察 做这个农业合作社 嗯 扶持这边的手工业制 然后呢 嗯 就讲了一些 关于当时的这个 经济状况 杀西山上的土匪 嗯 嗯 然后 立江人叫 纳西达安 叫 叫一个女 一个女人能杀牛 两个女人能杀牛 三个女人盖房子 嗯 哈哈 男的翅膀 男的 留着这玩 放鹰 哈哈 他们养鹰 嗯 他们养 他们养鹰 骑马 嗯 我怎么想玩呢 哥们儿带我去一家 大理 超级王 这家店 你先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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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牛蛇和猪蛇 啊 猪蛇下面是牛蛇吗 是吗 这是猪蛇 嗯 这个藏水特别好吃 这个是柠檬 柠檬的 酸菜鱼 酸菜鱼 这个我们吃掉一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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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